另外来看在罗东的月眉路的路头 有11户的住家早期没有失射排水沟 台风大雨容易淹水 住户透过这名代表向工所陈勤 希望能够设立排水沟 而镇长林之庙在会看之后 也允诺协助失射排水沟 解决淹水以及排水问题 由于罗东月眉路16到38号 早期没有失射排水沟 随着月眉路拓宽后 每逢台风大雨就容易淹水 因此住户透过这名代表向工所陈勤 希望可以设立新的排水沟 解决淹水以及排水的问题 经过渠舟未来到16号到38号 顶11号的渠舟 他们当前要求做白水沟的系统 因为防汐漆的时候都会淹水 所以要求工作可以来帮忙 处理淹水的问题 比较低外的地方 所以如果防汐是高的时候 有风台或什么 这所谓的淹水 现在因为我们工厂有这个 北京府要处理这条沟下去 要改善这个积水 对此镇长林泽妙表示 这里有11户的住户 公所会尽力协助失射排水沟 未来淹水 所以经过我们的代表 我们的副组大家 可以说对我们这条路的组合 因为说没有白水沟 如果落后是水都淹干的 这样很不方便 也很危险 所以我们工厂的平均会 可以说要来做这条路 可以让我们这个水沟 沧桶的使用 会不会这么淹水 越梅路的排水沟失射工程 长度大约80米 包括排水沟的失射 电线杆的移射 以及路面的刨铺 预估需要70万元的经费 最快在8月下旬施工 而最慢9月中旬也会动工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